躺在病床 脚打石膏 包绷带 日前新北市新装这名外送员 脸书发文说 妈妈一藏眼住院 拜托大家帮忙 结果地方上民众很热心 捐款涌入 后来却有人募集 他在超商买点数 践踏大家爱心 其实过去类似案件层出不穷 若是族群收到巨额善款 结果引发更多正义 我们要介入其实有我们介入点的困难 怎么样把盛款用在刀口上 不被贪婪的大人拿走 成了机构思考难题 以家福基金会为例 有完整SOP 第一步 家庭探视 要看财力证明跟户籍腾本 再来款项得时报时销 医药费多少 学杂费多少 不能多也不能少 最大关键在于 社工得定期访试 注意钱用在哪里 当事人如果已经恢复健康 或是家庭经济改善 就会立刻停止金元 后续规划信托 我如果社福基工 我本来就要做一个善款的经理人 募款该募多少 够了就好 甚至说我过去会跟按家讨论 因为毕竟公益团体 是捐款人跟受赠者桥梁 钱用到哪非常重要 过去有些小的机构 没有告知捐款流向 以及桥立名目报支出 没有用在当事人身上 或是钱超过预期 结果东挪西挪 看协会跟一般的民众之间 有没有定例什么一样的 类似赠予欺悦的方式 他并没有去特定限制这个协会 说要把这个款项用在谁身上的时候 那就是看协会这边可以自由运用 捐赠者可以指定钱 使用的目的 发现钱被滥用 可以要求退款 民众作善税 但希望别被有新人士利用 毕竟人见钱眼开 善款如何有效运用 成了公益团体 最难课题 今天新闻这次阿公也要卖头了 我先试着 我这次阿公也要卖头了 最难运用 我先试着 在没有人士利用 还有那個问题 封密码